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erry's L's Speaking Class! 大家好,欢迎来到Jerry口语微讲堂 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下同学们常见的一些发音的问题 以及如何通过改正这些发音的问题来提高我们口语的分数 OK? 好,那待会儿咱们是先看左边,再看右边 咱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学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好,那这个同学实际上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文本它有很多敲错的字 我就直接是把它的文本复制过来 所以说大家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这么一个简单的,有时候这么一个搬运的过程 我们就会出现错误 我们就已经开始出现错误了,对吧? 好,那咱们来看它第一个 它第一个发音的基本问题在哪呢? 它在于说,像我给大家标出来了 就像这种T,D,T 然后K的音的话 后边的Stained OK,对吧? About,非常明显 About,对吧? Acting,Acting skill 所以咱们同学的话呢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会把这些BPDTM会发的会非常的强 接着老师呢,在课上会有一种技巧 会告诉大家如何去把这个音呢 给它去避免像这个同学说的这样 对吧? 比如说我们应该说 Quite different OK,Quite different OK,对吧? Stained Stained 然后是About About 然后是Acting Acting skill 好,那这个同学他的第二个问题 我也给大家标出了 就是他会有大量的发音错误 像他这块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Skin Skin 大家记住了 SK在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般是念Sk的音 OK,对吧? Skin OK,Skin 对吧? 好比说你后边的技巧这个词怎么说 技能那个词 Skill So his skin is 好,这块他把柯的音发成了歌的音 他发生Black Black OK,对吧? 相信这个咱们在座同学应该都是知道的 Black OK,对吧? 所以变成了发音发错 像这块丢音 Ba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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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是完全没有 这个S音完全没有 好,那紧接着后边 他说的是 He is nothing to roll home 他这后边这个话都说错了 Nothing Nothing OK啊 像接着平时的话 我并不是特别去要求 同学们一定要咬舌头 Sing OK,对吧? 像咱们有时候说快的时候 你只要发的还是 对吧? 就是你的舌头可能不非得咬那么出来 哪有这样 要这样去咬 对不对 但你这次发的是 Sing不是 Sing 不是Sing Sing 对不对 He is nothing to roll home about OK,对吧? 就是 Kanof is very mediocre 就是非常的平庸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后他后边这两个 J的音 他发的应该是 Z的音 对不对 但他发的是 Z的音 他是 Z Zast 然后judge 拼错了 这跟咱们中文的口音也有关系 比如说纸张 纸张 你不能说紫张 给我张紫 老铁 给张紫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着去说 对吧 就是给我张纸 好,那第三个问题 那这个同学的话 在这个crazy scene 也就是说他在这一句话之前这块 会有一个大卡顿 不是说刚才J老师暂停了 我没有暂停 我一直都是在连续播放的 他就在这块会可能卡 大概得有个两三秒的时间 对不对 你可以中间加一些filler OK 可以中间加一些filler J老师在课上也突然会给大家去讲的 你可以在段落当中加的filler 对吧 你可以在开始当中加的filler 你可以去加入一些话 让你听上去的话 可能你断片了 脑子断片了 对不对 但是你仍然会有内容去说 不是说我就卡在这边 嗯,没事了 对吧 这样就特别不好 对不对 好,那这边呢 就是今天Jerry口语 微讲堂的内容 那如果喜欢Jerry的节目呢 也欢迎能够慷慨三连 点赞转发加关注 OK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你想知道口语还有哪些隐藏提分点吗 如何快速改善自己 Chinklish的发音吗 你知道很多同学用了Jerry的这些方法 都考到了目标分数吗 现在就添加Jerry老师微信 报名今天的Jerry口语公开直播课 还有网期公开课回访 以及更多学习资料 大家Jerry也会自动获取哦